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美国媒体给以色列出招 说击败哈马斯需要一个超越复仇的战略 八一冲突爆发以后 美国一方面顽固地站在以色列一边谴责哈马斯 另一方面也在担心 如果八一冲突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拖累 老怕这一次事件能够最终平息 但埋藏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心中的怒火 总有一天还会再次爆发 美国的一些智库的学者考虑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缓和八一之间的矛盾 能不能永久性地消除火药桶 10月16号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击败哈马斯需要一种超越复仇的战略 这篇文章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定义成恐怖主义行动 对于以色列官方要把哈马斯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也表示了理解 但是作者接着又说 现代反恐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教训 只有通过严格针对恐怖组织才能够实现反恐的目的 避免更为广泛的冲突 所以以色列必须保护无辜平民 文章警告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问题 还是一项战略要务 如果以色列针对所有的加沙人就会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应该说这个意见还是很中肯的 自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爆发以来 以色列一直在采取针对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报复方式 而不仅仅是针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的行动也绝不是什么反恐 而是在强占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 来修建定居点、隔离墙之类的设施之后 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而采取的血性镇压 行动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所谓的反恐的界限 哈马斯的报复行动有过分的地方 但那是在以色列的长期的压迫 甚至是屠杀之下所做出的报复 文章还指出哈马斯这次行动的目的 就是要逼迫以色列做出过激反应 在美国的纵容偏袒 或西方媒体的刻意冷漠之下 巴勒斯坦人采取正当的意见 表达方式已经毫无用处 实际上在加沙和约旦河的西岸 巴勒斯坦人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实威抗议 在其他的场合 巴勒斯坦向各种国际机制 特别是联合国控诉以色列暴行的努力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西方媒体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视而不见 置若罔闻 让以色列更加有志无恐 到目前为止 阿拉伯世界并没有打算动用武力 来制约以色列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 以色列一直在军事打击黎巴顿 希利亚甚至是伊拉克 特别是以色列对于希利亚内战的参与 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 就在这次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天 以色列还公然打击了希利亚首都 大马士格的国际机场 如果说有什么战争导火索的话 以色列早就把它点燃了 文章最后还指出 以色列应该想办法善待巴勒斯坦人 把敌人聚焦在哈马斯 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民身上 以色列政府应该帮助逃离的加沙人 找到可去的地方 要么建立安全区 要么帮助埃及建立安全区 允许国际援助组织的 向被困的平民提供食物和水 以色列还应该尊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否则将和两块巴勒斯坦领头上的人作战 这篇文章的一些提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和美国现行的巴以政策相比 可以说要进步合理的多 尊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说法 已经很接近中国提出的两国方案了 但是以色列能做到吗 我认为很不乐观 这里既有以色列立国原则的问题 也有内塔尼亚湖个人执政风格的问题 以色列本质上对巴勒斯坦人就是鄙视加仇视 上一个试图实现巴以和解的领导人拉宾 就是被以色列的犹太人自己刺杀的 内塔尼亚湖上任以来 一直以安全先身自居 认为只有靠强硬的政策 才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和平 事实已经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但是内塔尼亚湖显然不会改弦更章 他只会用更加剧烈的暴力来发泄愤怒 给自己找回一点脸面 把西亚和平寄托在以色列人的自我控制上 根本就不现实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 你说什么呢 法会登陰 对 我是 你好 他太不算建议那ا 你 scripture 对 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